我们要知道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我要去哪里 这个是我三岁半的问题 我们人生很多行为都会做得很正确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 十五岁到台北 然后去菜市场吃一碗面 还会看看口袋里到底有几块 凉车面都好 一块半 乳蛋多少 五毛钱 会量力而为 而且会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打开门走出去 是因为我们知道要去哪里 是要去完成什么 而人生这么大的主题 竟然大部分都开车上人生的高速公路 开了大半辈子 而且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所以一定要及早 找到自己的人生的刷子 所以我那一篇就是说 就像我的女儿英文考一版 美术考一版 数学考三十八分 我都不在乎 那他也有他的相片 我回去就念给他听 我说你英文考一版 数学 美术考一版 数学考三十八分 我都不在乎 他就开始哭啊 哭啊 哭啊 我说不要哭 不要哭 我说不在乎 他哭得更惨 我说 我说不在乎耶 他说不是三十八 是四十一亿 所以我就说不要紧 你可以考灵魂 他初二真的考过灵魂 我还请他吃牛排 因为你将来成就好不好 跟你数学考九十九 或考灵魂有什么关系呢 是你知道你要去做什么 而且是完成那件事啊 所以不需要人生 世界上有那么多书 你不可以每样去学啊 你就是专心一意 去学一件事情啊 我不认为 我以前不认为 任何东西要超过三个月 我微积分只有学三天 动画从不会到才能最厉害 也只有三个月 我学日文也三个月 所以学习一定要靠自己 不能靠老师 我小学三年级就知道 不能跟老师学 所以我们的老师 叫做李在兴老师 他其实人非常好 乡下没有同学怕老师的啦 反正都要都认识 我爸爸他们也很熟 然后他就说 学问啊 就是要学 要问 不懂要问 那通常要学 课堂上不懂 课堂上问 然后生活上不懂 下课问 那一下课 我就赶快跑去啊 就说老师 老师 老师 那个为什么玩水玩玩呢 那个手指头都会坐坐的 尤其大拇指最重 然后他就说 老师 明天告诉你 然后 他其实这样答案 答案很简单 就是泡水以后 皮肤会变大 然后皮肤变大 就包不住这个 就会变重 尤其这个皮肤面积最大 我不晓得李在兴老师 现在知道不知道 然后有一天 我就经常问啊 他其实经不起你问 你如果问他都一直回答 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拿物理诺贝尔 包括像 每个小孩都看过 水杯里面插着筷子 那筷子会转弯 我就问 老师 老师 为什么筷子在水杯里面会转弯 他说折射 我说老师 为什么会折射 他说老师 明天告诉你 明天他家里的东西不太多 有一次我从六年 从那个教室走出来 看到他从老师 休息室走出来 他以前是大办公室的 二生这个老师都在同一个办公室 他看到我 就马上转进保健室 他欠我二十三个问题 没有回答 那我就从此不敢问他了 他也心照不鲜 也没有说 蔡同学 你为什么不问了呢 然后我们就都心照不鲜 后来再也没有问他 那时候就知道 自己的问题 自己找答案 而且老师没有办法解救你 因为每个人问题太多了 所以学习就是 每样不是努力 一般老师都会说 努力努力 努力就有成就 骗你们的 我们看过很多人 努力一辈子也没有成就 我们看过很多人 一开始没有不努力的 为什么不继续努力呢 因为没有成果 所以努力要有方法 没有方法的努力 是白费功夫 学物理有物理的方法 学动画有动画的方法 学危机分的水件 学桥牌有桥牌的方法 学日文有日文的方法 没有一样是一样的 所以老师只能展示他的方法 老师是平缓的人 我刚才讲过了 就像说老师是一个人 他的学生是蚊子 是 还有是蛇 是石头 是蜂 还有是蜈蚣 老师说从这里走到那里 从A走到B 就抬起左脚 跨出去 抬起右脚跨出去 1 2 1 2 1 2 就走到从A走到B 蚊子呢 蚊子他也有六只脚 他又不能说忘记了 他有翅膀 蜈蚣有一百多只脚 那怎么办 蛇连脚都没有 蜂连形体都没有 所以每个人 要找出自己最厉害的 然后去达成 老师师范给你看 老师只是展示他的方法 所以这个要及早就想通 没有任何学问需要学两年的 我刚才讲三个月是比较极端 后来我学佛学 发现佛学要超过三年 所以我学物理就觉得 如果佛学要超过三年 那物理肯定三年是一定还不了 那物理我花了六年 然后再花了四年 把它写成四本书 那个也比较难 所以学英文 你把一个小孩弄到文革华 不要理他 两年后他讲的英文就像老外 就像我 1990年5月1号移民到文革华 然后认识了一个游启聪先生 他的女儿叫戴安娜 然后他每一次都打电话 Mirai speaking Cindy 然后我就说 he sino here 来说 我说 Diana 你再下属属 我要告诉你爸爸 就是说 一个小孩 他生气两年 他讲了英文 简直就像外国人 没有任何 其实是很简单的 因为他12岁才去 所以就变有口音 那有口音 一生都纠正不回来 就像我在日本出书 然后讲男色 然后他派了一个 他们是日本会把作家当成先生 就非常尊敬 然后旁边做了一个 Tier翻译书的历教大学教授 他还写了帽子 翻译了帽子 他就坐在我旁边 这边 他整个晚上都一直跟我讲中文 我都说是 好 是 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他真的是在大学教中文 所以我们以前教我们英文的老师 你去看看 他讲给老外听 老外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甚至碰到老外他一定不敢过去 因为他会被学生发现 那个对方老外真的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所以我不是看不起老师 就是说老师是有极限的 除非你想跟他一样 要不然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 你才可以把那个刷子弄得很厉害 所以结论的就是 就是你要使自己成为厉害 就要三把屠龙宝刀 第一把就是思考为一切之先 第二个 寻找自己的葵花宝典 第三个 及早找到人生的那一把刷子 我有很多葵花宝典 你生日几夜几号 六月三十 礼拜天 你呢 五月十一礼拜六 对不对 你看手机啊 我一定不会错的啦 错了再给你一张画好了 你呢 五月五号 礼拜天 对不对 你要看手机就知道 这个其实任何问题都经不起你思考两分钟 我平常都是天黑的就睡觉 然后一醒来就四桶第二天 我的生活跟霸杂开很像 如果在杭州吗 杭州政府给有一个三百多坪的别墅 那我只使用两坪 我的苏州一坪 比较长 我的罗汉床一坪 我就把那个床当成椅子 我只坐在那个 那根床的那根木棒 然后垂直的 所以手也不会算 肩膀也不会算 脖子也不会算 我一天打电脑 十六个钟头到十八个钟头 也都不会算 然后屁股有一道职业伤害 就从头到尾一道伤痕 因为坐在那个木头 那因为随时都可以躺下来睡觉 所以我就很安心 所以一点钟就起床 我很爱到湖边去 虽然黑黑的 但是还看得到 那在台北 很喜欢打开窗户 看着外面 往天空看 但是没有焦点 很多问题都经不起你两分钟的思考 比如说 我们看到 一个小孩笨笨的样子 他妈妈说 你跟他讲 几年几月几日 他就马上讲礼拜几 真的 那个记者问他 他也马上讲礼拜几 我就说 我智商一八四点八 怎么可以输给这个小孩呢 那这样怎么想 所以我在想 我生日二月二号 那二月不是二十八天吗 所以二月二号礼拜几 三月二号病人礼拜几 像今年二月二号礼拜六 所以二月二号礼拜六 三月二号病人礼拜六 四月二月二号病人礼拜二 五月二号病人礼拜五 六月二号病人礼拜一 所以你知道二月二号礼拜几 三百六十五天就知道了 那去年减一 明年加一 因为三百六十五天等于 五十个礼拜再加两个礼拜 再加一天 那现在要注意任年 任年的规则 其实任年的规则 还不太久 在五百年前才规定好了 就是教宗规定的 四出得进那一年任年 如果四出得进一百也出得进 那一年不任 四出得进一百也出得进 四百要出得进那一年任年 所以西元两千年任年 西元一千九百年不任 那你就算了算 所以就可以写出一个公式 公式如果两百年很简单 第一 减十五 第一就是day 就像五月五号 五月五号就是一百二十五天 一百二十三减十五 就是一百一十 加上你的生那一年 那一年要减一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已经被算成日子了 比如说我是一九四八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是三十三减十五 就是十八 加上一九四七乘以一点二五 除以七 减掉整数再乘一七 就会发现礼拜一 那现在我必须要算D等于多少 D就是 像十一月一号是礼拜 是第几天 一年三百六五时间哪一天 是最中间 你知道吗 七月二号 七月二号前面有一百八十二天 后面一百八十二天 怎么想出来 也是站在窗口稍微想 所以要充分利用你们的大脑